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 今天呢 要來拍一個新的系列 應該是說 我們要來復刻一下 我們鸚鵡小木屋 之前最廣為人知的 蟲鵡鵰圖鑑 我們要來拍第二季啦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鸚鵡小木屋的 Jack 我是狗鳥捕捕捕的滋滋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我們蟲鵡鵡圖鑑的第一集 如果是我們老觀眾的話 一定會知道 我們蟲鵡鵡圖鑑的第一集 就是介紹我們的折衷鵡 本集影片由 品皇貿易贊助播出 養鳥不緊張 好物找品皇 在台灣擁有超過40年歷史的 特寵專業品牌 你對折衷鵡有什麼印象 就是紅色跟綠色 紅色是 母的 算 有一點基礎的認知 你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隻折衷鵡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現場的折衷鵡 它叫什麼名字 這一隻折衷鵡叫做Gibling 我們朋友的 這一隻折衷鵡它是撿到的 它有一點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它有被醫生診斷出 它的脖子有點彎曲 有神經上面的一些小狀況 即便說它的身體有這些小狀況 但是它對人的感情是 極為的信賴 極為的依賴人的 那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這個折衷鵡它跟人相處的特性 好乖喔 很乖嗎 你有跟它玩過嗎 有摸過 它是不是平常比較會有一些發抖的狀況 對 沒錯 它是這個有一點神經的狀況 但是它跟人的感情是很好的 而且平常呢 也是非常非常會說話的 對 你有看過我們之前的100個小時計畫嗎 有啊 帥哥 帥哥 對 好的 那回到我們的正題啦 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我們的折衷鸚鵡 那這個折衷鸚鵡呢 它其實外觀呢 相當的亮麗 相當的漂亮 外觀也很容易去分辨它們的性別 剛才這支有跟大家分享到 紅色呢 這就是雌性 那綠色呢就是雄性 它在鸚鵡裡面呢 是台灣人非常非常喜歡飼養的一個品種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隻折衷鸚鵡的話 你會最喜歡它什麼樣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嘴巴蠻特別 很亮 而且它上下的顏色不太一樣 對啊 上面是黃色 下面是黑色 對 對而且這隻Ghibli 它是真的非常非常可愛的 哇 它不是全綠的喔 它翅膀裡面還有紅色 翅膀裡面呢 會有少許的紅色的羽毛 然後還有深色的黑色的 它飛行魚的下方是黑色 那上方呢有深藍色 重點是呢 它有時候一個羽毛 它會有兩三個顏色 有點渲染那種感覺出來 所以是折衷都大概是這樣的顏色嗎 欸通常我們遇到的折衷裡面 其實顏色都還蠻多元的 蠻可愛的 那要翻開來才會看到 欸翻開來 你就下次看到折衷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翻開 我記得我看一下你剛剛說 我記得姆德的翅膀裡面 好像是有點藍紫色的 對對對 公德跟姆德就是 直接用顏色來判別 沒錯 直接判斷 不會有特例 不會有特例 可以省下有厭性別的錢 呵呵呵 那折衷鸚鵡呢 它們是原產於這個東南亞的地區 主要分布在辛吉內亞 然後澳大利亞也有它們分布的存在 還有索羅門群島啊 以及印尼 也都會有這個野生的折衷鸚鵡出現 那它們的這個外觀呢 非常的特別 而且重點是它的個性呢 非常的溫順 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溫柔 因此呢 受到台灣人大大的喜愛啦 那它們的外觀呢 非常容易引人注目喔 大家通常第一眼看到的話 就會發現說 哇 它的顏色真的非常非常鮮豔 那很多人也是被折衷鸚鵡 它的外觀所吸引而選擇 想要去飼養這個五種 那請問一下 它幼鳥的時候是比較暗嗎 幼鳥的印象中 像母的折衷 它幼鳥的顏色很深 它的絨毛是黑色的 然後眼睛一樣大大的很可愛 對 那我的印象當中 母的折衷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現象 像是 我們之前有去拍過一集 金色尾巴的折衷的幼鳥 就是我們派洛特的小�桃 對 它的這個尾巴就有金色的這個分布 所以其實在折衷鸚鵡裡面 也非常非常的特別 有這些特殊的變化 那我們看一下它有沒有 看一下它的金毛 後面有 一點點 他們好像是品種上面 有一點點的不太一樣 它也是索羅門種 比較溫柔 不會養人 澳洲的很兇 比較大隻 那索羅門的它的體型比較小 比較溫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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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在養折衷鵡 應該要去問一下 它是索羅門的 還是這個澳洲的 澳洲的 澳洲的應該是外觀更亮麗 你看它的後面的尾巴還有紫色的 所以大家 各位螢幕前面的觀眾 要專心聽囉 這個如果你以後要養折衷鵡的話 這個內行人 已經有跟我們分享囉 如果你是養索羅門的 就是跟帥哥跟Ghibli一樣 它是比較溫馴 比較體型稍微小一點 然後可愛的 所以你如果怕咬怕吵 是不是養索羅門的就對了 那如果你是喜歡要求這個 量力一點 大隻一點的 我們就去養澳洲的 在折衷鵡裡面 公的比較大隻 還是母的比較大隻 差不多大 好像母的稍微大一點點 因為卡龍是因為它是筋尾的關係 筋尾母的會比較大 筋尾母的會比較大 筋尾母的是索羅門的 還是澳洲的 因為兩種都會有筋尾 筋尾的那個顏色 譬如說它的筋尾可能只有1.5公分 但是澳洲的筋尾可能有一公分的寬度 一公分的寬度 喔所以會 筋色會很多就對了 所以也是有可能 市場上有混種的出現 因為他們是屬於母系社會 他們是一隻母的 但是跟多隻公的來餵養他 一隻母的很多公的 可是訓養的話 可能是一堆 可是要母的看喜歡那隻公的 如果不喜歡他會把那隻公的咬死 喔喔喔喔 所以 那你是母系的 應該是兇的 你應該是兇的是不是 那你不可以把你老公咬死 把公的咬死 在折衷鵡的世界裡面 女生比較大 比較強勢 一母雙公 雙公以上 多公 野外 喔喔在野外 那所以在人公繁殖的話 我們就是一公一母 所以他們的死亡率的話 也是公的死亡率比較高 應該是 喔這真的很特別 也不知道螢幕前面的觀眾 有沒有聽過這個消息 我覺得真的超級有趣 那在野外的折衷鸚鵡呢 根據網路上的資料顯示 它有十個牙種 跟其他的鸚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所有的折衷鵡鵡的牙種 只屬於一個獨立的鼠 並沒有其他血緣的關係相近的種類 也就是說 這個折衷鵡跟其他鵡鵡比起來 它的屬性算是比較單一的 那在南美洲地區的話 其實鸚鵡就非常非常多 像我們熟知的金剛鸚鵡啦 金天然鸚鵡啊 大部分的鸚鵡其實都是出現在 南美洲的地區 折衷鵡它比較特別喔 我記得折衷鵡它們在亞洲地區 也有少部分的存在 折衷鵡它在網路上 還有大家分享 是不是還有一種 對 顏色比較藍一點 好像是頭是白色 然後身體是有點藍紫色 應該很稀有吧 很稀有很藍 對在折衷鵡裡面 稀有的是藍化的這個物種 對 數量非常非常的少 就像琉璃金剛裡面 也有那種整隻黃色的 對像是黃化的這個物種 那牠們的繁殖季節呢 其實根據不同的地方 也會有不同的差異 有些地方呢 是譬如說一年生兩次 有些地方一年生一次 根據牠不同的維度 也有不同的變化 那牠一次呢 平均下來一次大約是產兩顆蛋 這個牠們其實也是很看個性 牠們繁殖容易嗎 很難 很敏感 弓得容易被咬死 牠母的比較容易活下來 對 那牠們會自己摺藕吧 一夫一妻子 對吧 牠們會自己選喜歡你 那我有自己摺藕 然後自己的天性 之前有一個比較大的爭議是說 人家說摺中英武 到底適不適合住在大樓裡面的人養 我之前上一季 我們拍攝這集影片的時候 統計到的結果 大家就覺得說 還可以啊 就是牠會講話 然後也不算太吵 還覺得還OK 但是有一派的人就大罵 他說Jack怎麼亂講啊 他吵得要死啊 然後根本不適合大樓養啊 誤導觀眾 所以我們這一集來證實一下 我們剛剛到現在那麼久 我覺得應該是跟牠的 我們一開始講的 牠的出產地有關係 牠的兩種產地 所以會有不同的成果 對 所以大家養摺中以前 就是真的會有這樣子的差異 對 看你是要真的追求大隻 還是說你想要追求溫柔可愛 那姿勢你會想要怎麼選 我會想要比較安靜 比較安靜一點 所以你想要索羅姆系 對索羅姆 這種可以 所以現在第一個證明的事情是 你是母系社會 第二個是說你想要安靜生活 對沒錯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下一個小結論 就是說 摺中英武它其實是適合 你想要比較安靜生活的人可以養人鳥囉 對 但是要索羅姆 限定索羅姆這樣 以目前來說 現在摺中英武在台灣的行情價 大概是多少 以現在的時間是2024年6月份 那是一萬六上下 一萬六 公的一萬六上下 記得之前跟泰洛特在聊的時候 他說母的大概九千到一萬三下 母的比較便宜 欸他那時候是這樣講 每一個時間都不太一樣 這個幅度好像蠻大的 就是起起伏 尤其最近鳥架又開始起起伏 泰哥也是索羅姆的 所以你看我們那時候 擺小吃的時候我們帶帥哥跟小櫻桃 我們去漁港吃飯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兩隻就超像 超像雕像 他們兩隻也是超安靜 可是我那天養摺中的人沒有很多 好像比較少一點 很少 對所以養摺中的人 看到養摺中的人 會有那種心電心的感覺 遇到同好 大部分都是和尚跟凱克 現在台灣最多的養還是和尚跟凱克居多 對那摺中還是算是比較少數 但是如果今天螢幕前面的是新手的話 你會推薦他們養嗎 不推薦 不推薦的原因 來自制 可是我還是會想要推薦從小型鸚鵡開始 小型鸚鵡開始 比較好入手 上手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第二季存在的意義 就是我們第二季為什麼要開始重新的拍攝 其實就是因為經過了大概有一兩年的時間 我們跟非常非常多的鳥友去分析了 各種鸚鵡是養下來的心得 那這次剛好透過這一季的方式 可以再跟螢幕前面的觀眾 做一下心得上面的分享 也讓未來可能有成千上萬想要養鸚鵡的人 他可以有一個經驗上面的參考 不太建議別人養鸚 因為他每天都要吃鮮食 每天都要吃鮮食 他吃要吃的比較少 三分之二是鮮食 三分之一才是飼料 這個是一定要怎麼樣 對他的毛色啊健康會比較好 所以鮮食他超級喜歡 對 那是吃什麼 鮮食類 地瓜葉嗎 所以養他真的一天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準備鮮食 然後吃完熱烈對熱色就會很不錯 所以哲中的食性 是不是跟我們平常一般看到的灰鸚鵡啊 或金剛他們不太一樣 對不太一樣 重點就是說專家有去分析 哲中鸚鵡他們的腸道 是不是比一般的鸚鵡還要來的長 對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他需要 然後攝取非常多的纖維池的主要原因 那新手可能真的要三十 對對對 如果是新手的話還是 要做足功課 為什麼那麼多人說要養和尚而已 就在這邊 和尚的適應力真的稍微有比較強一點 比較強 和尚很吵喔 對 我本來養一隻 現在養兩隻超死 你說和尚嗎 我有一對幫他娶了他老婆 怎麼開始讓老婆超死 建議不要娶老婆 因為養一隻就好 通常會養和尚應該是因為他的觸化能力吧 對 真的很會這樣 而且長得很可愛 長得就是圓圓的很可愛 圓圓碰碰的這樣子 對沒錯 對那哲中鸚鵡我們回到他的這個個性上面 他在跟你們的生活當中 是不是常常也會有一些互相信任啊 然後彼此會有一些社交行為嗎 我們出門的時候他都會養在我們的大門口 我們出門然後就跟你說掰掰 然後就跟你說掰掰 然後他就會說哈囉 掰掰 然後就會說早安 晚安 所以他會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吸引主人的注意 所以是每天的 每天 晚上會吵嗎 不蓋起來就 算睡覺 就非常非常安靜 像貓貓狗狗會迎接的感覺 對對對 只是他會講話 比和尚更聰明一點 大型鷹鵡的智商稍微比較高一點 對所以你覺得和尚跟他比起來 他的智商是真的比較高的 他比和尚更高 那在生活上面有沒有什麼地方 讓你發現說哇這宗鷹鵡真的很聰明 我講話快聽得短 就要回去啊 就要出來啊就要幹嘛 他能理解 所以和尚是固執一點 比較叛逆 比較叛逆 比較叛逆一點 阿哲宗他稍微溫馴一點 那其實他就是飲食上比較需要注意 其他都還蠻優秀的 他也不會吵得讓你帶他出門 這樣和尚就會 金剛更會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有時間可以 為哲宗準備鮮食類的 是可以養的 而且又適合在公寓或大廈是養的 對所以這一集真的為我平凡 不是說不行 就是你有沒有選對他的產地 欸不然真的有人對我很生氣欸 他說 Jank我要亂講他吵得要死 你怎麼可以這樣叫人家養 可是因為寵物本來就很需要陪伴啊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那時候跟我講的人 他可能是在繁殖折衷的 那他們可能進口的是野生的折衷 我覺得野生的折衷 他的狀況可能跟我們人工尋養的狀況 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 他可能比較害怕人 比較野野性 對 折衷的個性本性 就不喜歡人家摸他 喔喔喔喔 折衷有喜歡我摸他 嗯 不喜歡人家摸他 不喜歡人家摸你摸腳 所以算有尊嚴 他例外 他例外 所以折衷他的個性算相對敏感 也是因為他高智商的關係 所以你在外面看到別人的折衷千萬別摸 一定要 對一定要聽進去喔 外面如果看到別人的折衷千萬別摸一定咬你 應該說你在外面看到別人的鳥都不要亂摸 對對對 他們會認主人 那有些不會咬人 但大部分都會咬人 要先詢問過主人 沒錯沒錯 這個中英鵡呢他在野外的環境 通常是生活在樹林啊草原 或者是紅樹林地帶以及椰子園 那他們在野外呢也會去吃一些小型的昆蟲 來補充自己的動物性蛋白質 那有偶爾他們也會到這個農田啊走動 去吃一些蔬果啊水果等等來補充自身的營養 蛇中英鵡是不是也是一種蠻容易咬毛的 之前聽說 對對對 好像他對人太過於依賴的話 或者是他的營養 人家說那時候對我們去拜訪那個黃大哥 他說容易缺乏維生素A 就容易會有咬毛的狀況 所以要吃先死 先死很重要 而且維生素A最多的 那時候他跟我分享就是在青椒裡的 他的維生素A是最多的 那除了青椒還有什麼有可以補充到維生素A 維生素A其實算是一種不太好攝取到的 所以也是大家會容易忽略的 那時候他跟我們分享是有原油 不是石油的原油 是椰子的原油 在巴西採下來真的要的那個原油 還沒有提煉過的 那我們講到第三個部分 蛇中英鵡他們其實在野外呢 也是有受到棲息地被人為狀況影響的情況 就是他們在野生環境都是在樹上築草 但是他們在樹上築草 如果他們的棲息地被一些獵人啊 或者是過度的棲林砍伐 其實也是會影響到他們野生環境的繁殖狀況 也會減少他們的數量的 這個蛇中英鵡他在進口的狀況來說 也都是以人工繁殖為主 那早期呢在全球各地可能有些 為了商業利益等等的關係 有一些走失啊這些等等的狀況 其實也都大大的影響蛇中英鵡 他們在原生野生的這個環境 現在也非常多的這個團體呢 慢慢的去呼籲也慢慢的去鼓勵 就是保護他們的原生的棲息地 保護這個物種 那也慢慢的去復育這個物種 然後讓他們的繁殖狀況 以及他們在野外的數量趨於穩定 讓他們可以在大自然當中自然的繁殖 那接下來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蛇中英鵡他比較有趣的新聞事件 在網路上呢有一則新聞 他講到這個台北市地動物園的保育員 他發現呢園區有一隻像他一樣雄性的蛇中英鵡 他明明飼料都吃光光了 但是看起來還是非常非常的餓 接下來呢保育員呢他就開始觀察他 發現呢這種蛇中英鵡 他總是把自己的飼料啊 偷偷叼給雌性的蛇中英鵡草莓 石榴哈他們會把這些食物叼給女神吃 他們會有這些料妹的行為曝光 那你會嗎 看來是不會 剛才我的笑容已經有解答 我常常都是吃完了 我說我真的很抱歉這太好吃了 好啦我不如蛇中英鵡 沒錯你要跟蛇中英鵡學習 所以他們是會聽不懂 他們是會很疼老婆 沒錯看得出來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介紹了這種 很特別的英鵡 蛇中英鵡 那我們也一起了解他們在野生環境 所會遇到的狀況 我們也了解他的個性 那我們也跟螢幕前面的觀眾分享了 今天剛好真的很幸運 因為有這個四組來跟大家分享 試養遮中英鵡的經驗 那最後四組有沒有想要 對螢幕前面的觀眾 所呼籲的一些話 如果養了鳥 就一定要一輩子愛咖 要把他當作自己的小孩一樣 沒錯 不可以遺棄他 也不可以亂丟他 一樣他把他對待 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他是從三個月的時候呢 被人家遺棄在我們家社區的大樓 就是把他丟在路邊 然後還沒長期的時候 他還沒長期的時候 因為那天下大雨 然後16度很冷 早上9點的時候啊 他就開始在那邊爬 然後爬到晚上9點多的時候 早上9點到晚上9點 然後我們樓上的一個男生 就把他用一個紙箱裝起來 放在我們管理師那邊 先生看到的時候 然後已經隔天了 隔天早上7點的時候 他說樓下有一箱子 裡面有一隻鳥 所以我們要不要看一看 我可以救他 結果我一看 哇是一隻折忠的幼兒 因為那時候他的嘴巴 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時候我對折忠還沒有 印象 不瞭解 但是我知道他是折忠 那這隻鳥不能再救他 已經死了 他淋了一天一夜的雨啊 所以我就把他把他救上來 然後用雷風機先把他吹開 再用鳥的那個奶粉先餵他 餵了之後就送醫院檢查 那時候本來就是已經有養鸚鵡了 所以你對於鸚鵡是有一個基礎的 我們家養一對和尚 和尚還有養一隻小太陽 那還好那時候有奶 所以才有奶粉 對 所以才有奶粉可以餵 我們家的和尚喝奶喝到四五歲 我們家和尚現在八歲 現在大概幾歲 那現在養他已經兩年多了 兩年多 想到他三個月到現在兩年多 對他的故事真的蠻坦坷的 還好遇到那個愛他的主 其實這樣的氣養真的超可憐 這狀況其實在台灣算蠻多的對不對 如果氣養有這個BD來說 對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因為他 可能哪裡殘疾 會因為他咬毛 最多是因為咬毛 所以就不要養了 對 我們之前去拜訪很多協會 也是有遇到類似的方式 他有神經病變 所以那個人不會養他 可能因為他不會好 因為他的腳 兩隻腳是有點苦 對 他是太能 脖子是歪的 脖子是歪的 他是不是走路有一點點不穩的感覺 對 但他現在好多了對不對 要治療 就是確定醫生診斷是神經病變 但這個是不會傳染的啊 他不會傳染 他是遺傳的嗎 就是遺傳的嗎 就像想要發出一樣啊 醫好了以後 但是症狀還在 但是他不會再發脫 這個在影片最後 跟大家呼籲這個重點 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覺得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在頻道當中 跟大家再次的開啟這個 寵物鳥圖鑑 介紹這個折中鸚鵡啦 那我們今天這集 最後的重點真的很重要 要告訴大家 養他就要養他一輩子 千萬不能棄養 無論你是飼養任何的動物 養鸚鵡也好 養貓也好 養貓也好 養狗也好 這個對動物來說都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世主很重要的責任 也是一個尊重生命的表現啦 那我們今天這集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要記得 如果你有什麼 跟折中鸚鵡有關的想法 也都非常歡迎各位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說喔 那我是Jack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